- 綠山君鬧風暴 - 你好我是姜尼 - 今天我們來的是綠山君鬧風暴 - 如果Carrie Alvin不能超越Carrie Alvin - 那麼Danny & Andrew的下一步應該要思考的是什麼? - 關於這個主題我們寫成文字稿放在資訊欄上 - 有興趣的影片可以去把它點開看看 -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 別忘了按下喜歡並分享這部影片 - 更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個事實的鼓勵喔 - 現在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1月13日 綠三軍在1月13日做客對上魔術的比賽中以103比105輸球 球隊不只吞下了2連敗 更壞的消息是Kerry Evin再次公開的表示不滿 這次是針對比賽最後一集 辛海哥並沒有將球傳給Elhoff 而是傳給Jason Tayton執行最後一集 可是Jason Tayton最後一集並沒有投進 這也讓Kerry Evin在場上直接對著辛海哥激動著聊了幾句 在比賽過後辛海哥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Kerry是希望Golden Hewitt將球傳給Elhoff 接著他再切入跟Elhoff拿球做最後一集的動作 簡單的說最後一集應該要由Kerry Evin本人操刀 而不是Jason Tayton 可是實際上比賽時間只剩2.9秒 至於2.9秒能不能完成這麼多動作 不但是球迷要去思考的問題 這也是最後辛海哥為什麼沒有把球傳給Elhoff的原因之一 再者辛海哥也清楚的表示 在球隊練習時其實這套戰術也是球隊戰術之一 同時他也看過Jason Tayton完成這樣的投籃已經太多太多次了 差別在於這一次沒有投進 而當記者問到Elhoff的時候 Elhoff表示他的確是辛海哥的傳球者之一 可是時間只剩2.9秒 他要再把球傳出來其實是有困難的 對於Jason Tayton這一球他其實也沒有太多的看法 Elhoff表示這是一個還不錯的出手機會 只是沒頭進而已 至於鬼才 Brack Stevens教練在賽後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 在最後那種情況你必須要很幸運的才會有好的投籃視野 而Jason Tayton這個投籃視野是不錯的 從這個回應中我們可以得知 Brack Stevens教練對於Jason Tayton這次的投籃並沒有感到不妥 當我們把幾位主角對於今天場上的看法整理之後 我們會發現也許問題不在於Golden Harrell或者 Jason Tayton等人的身上 簡單的說問題會不會是在於 Carrie Elvin身上 這點是值得球迷去關注的 更重要的是Carrie Elvin在賽後再次公開的批評 正宗年輕球員對於追逐總冠軍的付出是不足夠的 事實上幾個星期前Carrie Elvin也公開的批評正宗有球員打法太自私等等 可是諷刺的是Carrie Elvin也許忘了一點 上個賽季打到東區冠軍第七場才輸球的綠三軍 上場名單中是沒有他的 所以當Carrie Elvin要去批評年輕球員的努力是不足夠的這個論點 其實是不符合邏輯的 事實上綠三軍在上個賽季是一支全新的球隊 這裡指的是新的核心 球隊跟騎士交易來的Carrie Elvin也牽下了新海格 可是新海格只打了5分鐘就整季報銷 而Carrie Elvin在季中也去動了手術 所以整個季後賽是沒有上場的 那這裡我們是說句比較不客氣的話 所以這支球隊的領袖真的是Carrie Elvin嗎? 還是Golden Hero呢? 那對我而言也許Elhoffel跟Smart更有資格不是嗎? 綠三軍的困擾在於人才太多 如果沒有Carrie Elvin跟新海格都能打進東區冠軍賽了 那麼這個賽季這兩個人回歸之後 球隊的戰力當然更讓球迷期待 但打法要磨合本來就是一個問題 本來就需要時間 上個賽季季後賽 Jason Tatum的場軍得分是18.5分 Jaren Bronze是18分 Terry Lolita是16.5分 這三名年輕人幫助綠三軍走到東區冠軍賽 本賽季Carrie Elvin健康歸隊了 場軍得分是22.7分 場軍出手次數是17.7次 這兩個數據都是球隊中最高的數據 可是最不可思議的是 公開批評球隊次數最多的人也是他 祭出Terry Lolita跟Jaren Brown的狀態是相當低迷的 很多球評球迷甚至是球隊正中的球員都暗風 因為合約年的關係 所以為了數據要漂亮而打球變得更自私 可是實際上Carrie Elvin今年也是合約年 而且對於Carrie而言 他要證明的事情可能比Terry Lolita跟Jaren Brown還多 至少他要證明綠三軍在他的帶領之下 也能走到東區冠軍賽 這是最基本的要求 因為上個賽季在沒有你的情況之下 球隊也走到了東區冠軍賽 而祭出Carrie Elvin的狀態好不好 整個11月場軍只有16分Fill Go命中率是0.427 三分命中率更是只有0.306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球員在抱怨Carrie Elvin 如果真的有也不會是公開批評 這當然也是Carrie Elvin目前要去學習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如何做好一位球隊的領袖 在騎士隊友天下第一人LBJ在 Carrie Elvin的工作非常的簡單 用那最風騷的單打能力幫助球隊得分就好 其他的事情交給LBJ 包括組織籃板還有領導一支球隊 在賣我事件之後 Carrie成功的來到綠三軍 他當然想要證明就算沒有LBJ 他也能憑一級之力拿下總冠軍 可是只靠得分夠不夠 這是Carrie跟球迷都要去思考的問題 而剛剛的數據已經告訴我們了 Carrie Elvin目前是球隊正中出手次數跟場軍得分最高的球員的 而這個角色不就是Carrie Elvin最擅長的人嗎? 但綠三軍的戰績是符合各方期待的嗎? 又或者我們該說就連Carrie Elvin本人都不滿意不是嗎? 連續兩個賽季場軍大三元的Russell S-Book 在今年他的平均得分只有21.4分 這當然是近年來Russell S-Book場軍得分最差的一個賽季 但他卻讓Paul George打出職業生涯最好的賽季 目前Paul George的場軍得分是26.7分 甚至還是年度MVP的熱門討論人選之一 從Russell S-Book的改變我們看到了 要成為球隊的領袖不單單只是數據漂亮就可以 如何讓隊友更好才是能不能成為球隊一哥的關鍵 很難相信賽季已經達到一半了 球員居然常常在為了什麼輸球而各自不爽 甚至公開批評隊友的不是 這一點其實是不被團隊籃球所允許的 就算你是目前聯盟的人氣王也不該有這樣的舉動 事實上你來到這支球隊的時間只有一個半賽季 而球隊走最遠的旅程中是沒有你的身影的 所以當你認為大家都該配合你的同時 也許你才是該配合大家的那個人 不是嗎? 如果這次的風波短期內沒有搞定 那麼Danny Edge就該思考下一步了 因為Carrie Evans在這個賽季結束後是自由球員 如果綠三軍要留下他點心是必須的 年薪超過3000萬當然也是可以預期的 可是實際上球隊中還有另外兩位年薪超過3000萬的球員 分別是Golden Hewold跟El Hofer 所以心智上綠三軍能不能同時養這麼多3000萬的球員 當然是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Danny Edge認為Carrie Evans不適合打贏一位領袖 那麼他會怎麼操作季中甚至是夏天的盤 這一點也是值得球迷去關注的 換一個角度切入 Danny Edge也要去思考如果Carrie Evans不願留下的話 那麼綠三軍的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第三個問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Jason Tatton跟Carrie Evans誰才是球隊的未來 目前看起來只能選一位 因為這兩位球員在打法上是相剋的 Carrie Evans從來不是一名好的組織者 他更像一把鋒利的刀子用來刺向敵人的心臟 但諷刺的是Jason Tatton也是 所以Danny Edge要思考是要把未來壓在誰的身上 是26歲正值巔峰 可是Sun Beans也相當豐富的Carrie Evans 實際上Carrie Evans職業生涯沒有一個賽季出賽超過75場 還是年僅20歲還需要大量時間培養 可是未來有著無限可能的Jason Tatton呢 那這一點是值得球迷去討論跟關注的 我相信目前的Danny Edge一定在思考著以上幾個問題 甚至更多 因為一旦Carrie Evans的頂心牽下去 對於綠三軍而言就是把未來的五年交給他 不管是Sun Beans還是領袖特質等等 都是Danny Edge必須好好思考的 那當然前提是Carrie Evans自己想留下 事實上Danny Edge在日前接受媒體訪問時曾經表示 他對於本賽季中會不會做交易 其實是比較保留的態度 那對於Danny Edge的話全世界都知道聽一聽就好 可是球隊的風波才半個賽季就這麼熱鬧這麼多 總管Danny Edge也該做些什麼了 畢竟綠三軍的體質是非常好的 球隊當然不可能放棄每一次有可能拿下冠軍的機會 不管Danny Edge是交易誰或想要留下誰 對於綠三軍的球迷有一點問題都不大 開個玩笑說 這幾年大家看Danny Edge各種無情的交易也都習慣 心臟被Danny Edge訓練得非常非常的強壯 所以只要能為球隊帶來正向的力量 我相信綠三軍的球迷都會接受的 回到上一個瘋狂的交易 Danny Edge送走地表最強175的Ice Thomas 很大的原因就是不願意面對Ice Thomas巨大的合約問題 這一次Danny Edge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Kary Eivin當然值得點心 不過會是在綠三軍嗎 那這一點是值得球迷去關注跟討論的 Kary加油吧 學著當一名真正的領袖 而不是輸球就忙著找戰犯 更多這樣的舉動只會讓你更擺脫不了LBJ的陰影 因為球迷更會明白當初LBJ的壓力有多大 不過也因為這樣LBJ才能成為目前聯盟最具影響力的球員 既然當初你想要證明沒有LBJ 你也能拿下冠軍 綠三軍不論是球隊的體質球隊的歷史 都會是你最好的選擇之一 所以珍惜也相信你的隊友 因為這些隊友在你上出的時候 也將球隊的戰力維持得非常非常的好 除了上個賽季打到東區冠軍賽之外 本賽季凱瑞一名缺賽四場 球隊的戰績是三勝一敗 所以如果凱瑞一直不懂得信任隊友 而只想著用進攻得分幫助球隊 其實自私的人永遠不會是凱瑞的隊友 而是凱瑞本身不是嗎? 開一個玩笑說 近代NBA中能用得分就幫助球隊拿下冠軍的 也許只有Michael Jordan跟Kobe Bryant兩名球員 但NBA歷史上也只有一位Michael Jordan跟一位Kobe Bryant不是嗎? 而諷刺的是如果沒有Scotty Pippen 尼爾、Pakassol等人 真的會有公牛王朝跟胡人王朝嗎? 至於凱瑞的未來會不會成為Michael Jordan 或者是Kobe Bryant 我們不知道 但在你成為Michael Jordan或Kobe Bryant之前 請試著相信隊友吧 也試著學習當一名領袖吧 也許這才是你能不能成為像Kobe Bryant Michael Jordan等歷史名將的關鍵不是嗎? 凱瑞一彬加油吧 我最愛的綠三軍也加油吧 好囉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就對影片做點用心 不要按下喜歡並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有空我都一回覆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江一 我們下次見 拜拜喲